上禮拜,其实我一直强调,像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 虽然说这里面呢,有些我们没讲到 但是我建议各位有空的话也可以去把它试试看 因为它很多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那当然不见得每一个都要用 可是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至少多了一个方式 那当然我也不是说每一个我都全部试过 可是我会尽可能如果说有一些状况 我会比较知道说我该用哪一个会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因为每个都也许有好多函数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 可是哪一个会是最好的 OK,不过有的时候啦 当然你自己熟的最好 所以我说我很习惯用index OK,因为习惯嘛 OK,那是不是有些像indirect也可以做得出来 也可以,但是也许我不习惯的时候 做起来就可能要花更多时间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是column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要做出99乘法表 所以特别注意 前面的数字如果是蓝的话 后面数字是列的话 那当然前面我们可以用什么 先插入一个这个column的函数 那所以做法上 我刚刚讲那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 那参考到哪一个呢 也许是参考 如果你里面是空的 它就会参考到自己 所以基本上如果它在A栏的话 那参考到就1 那后面的话你可以什么 也是一样串接一个称号 所以我们这个后面是一个串接 and 所以双引号and 然后在串接 如果说要参考到是列 后面这个列 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或者是说呢 点两下 OK,那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打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前面这边还可以点一下 你可以从这边再继续加 也许这个地方 看个人习惯了 OK,点两下 有没有,它自己会加过来 然后呢 大家按确定 再来后面的话呢 and等一个等号 所以呢 再加一个等号 and 然后呢 就是再把这个地方复制一下 再把它贴上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中间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成成 就跟刚刚一样的道理 差别只是说呢 我们上面没有参考 下面也没有参考 那很多地方是这样 因为你没有蓝位 就是它是没有蓝的 那你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自己找一个 可以参考的一个基准的定位点 所以column跟lob 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受用 OK,打勾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出现 1乘1 那它向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刚刚好 有没有 因为它参考前面的数字是column 后面的数字是参考到底 OK 那如果你往下 基本上 这个99乘法表表格就马上出现 OK 当然也不见得是99乘法表 像什么印度有什么 19乘识纠表 所以你也可以再把它增加 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理原则 我们可以利用column跟lob 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99乘法表 那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再延伸出去 看看能不能什么 再增加99乘法表 是用什么 用那个所谓的VBA 用VBA跑出来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你可以用VBA自动帮你产生这个中间里面的表格 那这个表格部分 你可以想说 那用什么方式 可以刚好输出到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你可以想 那这个地方应该会需要有 两个回圈 一个回圈 这边也许是i吧 for i 也许你可以从第二列 一直到第十列 for i 这个是i 那再来是for j j的话 也是第二栏 到第十栏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输出 直接 那特别主要是后面 乘完之后的结果 丢到储存格里面 所以将来会有个sales i 逗点追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输出的东西 那输出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运用i跟j 这两个变数 去组合出来 输出 那假如等一下 我希望能够输出 也许这边的话有个VBA 当然你这边的话 也许上面也可以得 也可以有那个参考 也许也可以不需要有 也许这边的话 移成1到9 这边也是1到9 那你也许在这边 假如说你在这个表格里面 你希望能够帮你产生我刚刚讲的东西 那这边可能多加一个按钮吧 叫99层发表 按下去之后自动帮你产生 这个怎么做 我想各位试一下 所以分阶段函数 做完等一下 再看那个VBA 那这些我想都是 前面大概有讲过类似的 只是说你要快速的把它实做出来 牵涉到一个熟练度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也需要不断的去练习 因为当然如果可以 以后你可以快速的把一个问题 有些地方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很快的 就是写个程式 那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好那先把它清除掉好了 也许类似这样 清除 那加99层发表 OK 格式要也清掉 99层发表先加上去 那可能有延伸性的 后面东西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想 不过基本的逻辑都差不多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1乘1等于 就是这样的逻辑可以把它跑出来 基本上我们可以跑那个回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I追 那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基本上就是I列的追览 所以输出 假设有输出 第一个输出 然后它会一直往这个方向 先把这一列输出完之后 再换下一列 再换下一列 那撰写的方式的话 我想跟前面我们撰写过的 有部分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来看 基本上就是forI等于 我刚刚讲的 第二列到第十列 这个指的就是 它将来会输出的哪一列 第二列到第十列 追的话呢 输出的哪一栏到哪一栏 所以是2到10 都一样 底下一定有NAS 有NAS 因为有for就有NAS 这个for配这个NAS 那其实中间只有一行 这个东西指的就是说 你将来要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那它的行进方先把这个填上去 换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填完换再换下一个 那为什么 因为它会先把追跑完 追的话是第二栏到第十栏 等到NAS 到第十之后 它就跳出了 换下一个 NAS 的话I就变3 对不对 那3的话 是就变第三列了 那又进来 那蓝的话又二到十 所以这样往这个方向 又换下一列 往它输出的话 基本上就I追了 里面 我们要输出的是1 乘上1等于1 那我们可以用 这个 追跟I来把它组合起来 特别注意 因为前面我们是蓝 哪一蓝 所以我可以用追 特别因为追是从2开始 那把它减1了 减1之后的话 刚好从1开始 所以本来是2到10 减1之后不就变多少 1到9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再来的话 乘上什么 I一样减1 为什么 因为一样从2到10 所以减掉1 刚好就1到9 等于后面的话 记得 减完之后再来乘 所以记得外面包个瓜糊 因为如果你不包瓜糊的话 它会先处理层 再处理减 所以这边注意要把它瓜糊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清除 这边有个清 清除的话就里面加个空的就可以了 把它先清掉 那我们组航来跑一下 基本上 因为你们对于回线可能 概念可能还没有 有些东西还不是那么 有没有 所以我们按部 逐步来跑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I等于2 J等于2 然后NAS 这个时候是NAS J的 下一个J 那下一个J不就是 下一栏 下一栏的话 3 所以输出 那因为减掉1的话 有没有 它这个意思指的是输出到哪一个格子 OK 这个前面是指的是 输出到哪一个格子 输出什么东西 后面的东西输出过来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然后下一个 那J的话又变4了 所以4的话就四列 OK 那4减掉1 刚好3 OK 那所以下一个 所以它会先怎么样 把这个J全部跑完了 对不对 然后NAS之后 它这个NAS就没有了 就到底了 那这什么 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的话 按照就NAS 其实这边应该可以打一个I 如果你说你这个地方 脚 感觉没有打这个 你会看不懂的话 你可以 那VPA允许可打 可不打 那因为我有时候比较偷懒 我觉得不打 少一个字嘛 那能省就省 所以就少打 那这个NAS意思是 NAS哪一个 变数 OK NAS I就是 意思应该就是什么 下一列 OK 所以NASJ是 下一栏 应该可以懂 那个 只是说可能 也许再把它 上面再做一个注解 因为我常常发现 同学每次看到回圈 都很 不容易接受 可是问题是回圈 却是自动化 最重要的好帮手 因为其实人脑 你叫它跑回圈 那你要叫它死比较快 为什么 因为 是你跑100回圈 脑袋跑100回圈 我看 你应该已经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电脑你跑100万个 他还是照跑 而且现在电脑 都四核八核心 跑起来速度 快到一个不行 所以为什么 有些重复性的事情 你不懂得去运用 所谓的电脑的优势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可以懂得 利用电脑的优势 再结合人脑的优势的话 不得了 你可以处理很多事情 就是你该用电脑的时候 就用电脑 你该用人脑的时候 因为有些地方无法取代的 所以这部分 Can't answer 下一个 基本上就下一列的意思 下一列 再下一栏 下一栏 OK 那就输出 所以基本上 大概这样的逻辑 全部跑完 就可以跑出一个 VBA的99乘法表 那同样的你可以清除 清除的话很简单 把那个回圈里面 塞一个空置串就OK了 或者是说 你可以用Range里面 跟他讲说 B2一直到追时 ClearContent ClearContent也可以 反正清除的方法 很多 那再来 也许底下有几个变化题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输出的同时 能够把被三列整除 三直的是三列整除的 帮我填上一个颜色 就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三六 九 只要列的部分 是能够被三整除的话 那就填一个颜色吧 那这个地方就是必须要在回圈里面 多增加一个一辅的叙述 一辅什么 一辅应该是指的是I 不过I现在是3 就是从2到 所以I减掉1 有没有 减掉1之后 实际上才是你现在的这个列 如果I减掉1之后 能够被三整除的话 能够被三整除 整除哦 OK 那整除的话就是求余数 所以前面好像有教各位 就是哪一个数字 哪一个数字 这个求余数的话就是MOD MOD3 所以应该是I减掉1 因为I列是比那个我们要就是我们这个数字多1 MOD3如果能够等于0的话 表示什么 是能够被三整除的 就是三六九 那这个前面再加一个if 后面再加一个zen OK 那你就可以在中间加什么 就把那个底色改成黄色 底色应该有印象 前面好像有蛮多题是底色的 底色的话就是那个储存格点intero 再点color 等于黄 那黄色的话记得我讲过颜色 你要想到一个函数叫rgb 对不对 那rgb的话呢 基本上呢 哪个颜色配哪个颜色是黄色呢 其实 黄配绿吧 如果当你不记得的话也没关系 其实也不用背了 这个黄色嘛 这边不叫黄色 那你可以怎么样 其他色彩 找个黄色 制定一下 这边就答案了 黄色加绿色 红色加绿色等于黄色 那你就可以加 就把它的intero color等于黄色了 这样就是答案了啦 只是说要怎么把它写出来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再来 再来还有个清除格式 按下它 格式不见了 OK 那最后呢 还可以再做一个对角线 对角线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对角线很有趣 它也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边应该是什么 当I等于J 有没有 当这边的话呢 当I加 应该是I减 这个应该是减 然后应该是减1 J减1 因为我们这个列 比原来这个数还来得多1 蓝也是一样 所以减1之后 相加等于10 也就是说有两个条件 而且这两个条件是 应该不是都要成立 其中有一个为True 那就是 加一个黄色的好了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有没有 就类似像这样 那这边也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基本上 像你们在跑VBA程式 基本上 不外国就是一个试算表吗 这个试算表蓝列多少 中间你要做什么变化 那实际上就是 再靠一个一幅的逻辑判断 就可以搞定 那这个也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前面两个 后面三个待会再来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三 不断程式码 在我们云端白板上面 我都已经有放上去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 你直接 或者最好 当然自己可以试做看看 如果实在是 不是那么熟的同学 那又担心 可能不太理解 云端上都有答案 各位不用担心 好